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明 医师 淮南朝阳医院中医专家科 中国专家人民词典赛入者 中国当代名医录光明中医之录登录者 深圳特区人才精英录一代风流医民赛入者 李医生您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你好 主持人 欢迎您 刚刚我们说到皮肤搔痒 其实说真的 这个生活中太常见了 包括大街上还有卖那痒痒挠的 这皮肤搔痒是不是用那痒痒挠 挠一挠不就完事了 还真的要治吗 这个我们要分情况对待 看你是医师偶尔的发痒 还是经常性的 在医学上烧痒成了一个病 这个病程超过了六周 那就叫做慢性烧痒症 这种烧痒也还是比较常见的 成年人慢性烧痒发生率往往在10%以上 老年人慢性烧痒发生率可达到60%左右 大部分情况下 皮肤搔痒都和干燥 缺水 缺油 缺乏痒痒 外界的刺激有关 除此之外 皮肤疾病 过敏性病等都 也可以导致造成这个烧痒症断的出现 所以大家对皮肤搔痒开始都不重视 认为只要洗一个澡 能缓解了 不知道是某种情况下发生的烧痒 去病理病之不同 就认为人家是搞一下就行了 你要知道它可能和体内身体内壤有关 如果是这种情况而引起的烧痒 那就忽视不得 所以还是分情况的 尤其是长时间的持续性的烧痒 那就必须要引起关注了 那么在中医当中 这个皮肤烧痒是怎么解读的呢 这个西医呢 叫皮肤撒痒 中医呢 这个叫养风 它那么也是雪照生风 那么雪照产生了风 这个风形皮外 皮就会导致皮肤撒痒 尤其是人类年龄大了 布膳肺主皮毛 肺主腹部 这个布化精液 那肺气虚部化不凉 布散不开 或者布化不到 气血不是那么充沛了 就出现了一些血虚 血照的问题 造成了这样的情况 有两种变症 一种叫施症 意思是虚症 施症的痒 就是风血之痒 外在的 外在的因素 你会盖背 背上你的化学品 那个背单 或者什么 施血之痒 你环境超市 或者是梅雨季节 或者是人的汗衣服不及时洗 还有继续穿 还有冲血之痒 这都是外血之痒 是施症 还有这种虚症 虚症导致的痒呢 包括血虚痒 气虚痒 羊虚痒 银虚痒 也有混合痒 气虚痒痒 阴阳虚痒痒 甚至五脏六腑的亏虚痒等 今天我们要说的 主要是血虚风噪 因为血虚了 这个产生风噪 所以虚实结合 造成的皮肤撒痒 另外中医有这个六血 血就是六种致命因子 就是外界的空间自然现象 风寒主持造火 这是外界自然界的自然现象 中医认为天人合一 人和外界空间息息相关的 那么这个风寒主持造火 本是自然的现象 但是如果是某一个东西 某一种太过了 就叫六云 云就过分了 当然这个风寒主持造火 这六云里面 风为百病之掌 它就是说 它可以和其他几个五血 都可以结合起来 风可以寒结合起来 叫风寒 和热结合起来 叫风热 和湿结合起来 叫风湿 和灶结合起来 叫风灶 风是百病之掌 它可以和其他几个 可以混结合 产生混合性的 混杂性的 那你要考虑到 不能考虑到单身风 也不能考虑到单身热 它要同时考虑 这种考虑是要综合性的 这是养的主要原因 是血虚生风 它把它体内的油脂蒸发干了 就变得干燥了 叫风生灶 在于到外界的风 外界的秋灶 秋天干燥 内肠和外肠结合起来 产生皮肤撒痒 这也是一种叫做风灶性的 这个风灶性的皮肤撒痒 您说这个我就理解了 就像土地如果特别干的时候 就容易比如说 有沙尘暴啊 然后或者干裂啊等等 但如果是很湿润的地方 那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对啊 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血虚的话 其实身体也会出现沙尘暴 是吧 那在您过往的这个治疗案例当中 有没有哪个患者 可以具体来跟我们讲一讲 他的情况呢 有一个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 就是因为这个气质血鱼 首先表现为皮下瘀血 有点撒痒 它不在乎 最后像心血压抑 精神不好 这个脑怒伤肝嘛 肝那个肝气欲质 气质血鱼 它不仅仅可以引起皮肤撒痒 气质血鱼 时间久了呢 可以导致浑身疼痛 偏身走散疼痛 也有点可以导致往上攻造成顽固性头痛 这个顽固性头痛呢 我见过这有一个新路的一个朋友 他这个顽固性头痛到处的事 说我说头痛怎么治不好呢 结果又上海南京也都去过 就头愣头 结果没有找到原因 就是吃一点药片 脂股痛啊 分辨得一类的随时 但是原因找不到 不能对应 不能辨证羞音 结果始终不能真正好 最后呢 他听别人说 后来找到我那去了 我去我一看 我说你头痛 你不能就头颅头颅 你这个头痛是怎么来的 我就问 我说你原来你皮肤是这样吗 说我原来鼻子白净呢 我说你这次 只按摄的 你原先是什么颜色 天然原来好像不是这个颜色 天然我觉得这些年来 有近十多年开始 十几年了 我的这个皮肤 这个嘴唇 时间变案 我讲那就对了 我说你头痛是不是 也十几年了 他对 那我讲那这个颜色变案 嘴唇犯案和头痛 基本上是同步的 我基本上确定 你是这个气质血域一起的 因为你常常生活在压力中 或者心情不好 导致了气质血域 形成瘀血 开始你皮肤烧羊 你没在乎 但是最后的话 他气质血域不经历可以影响 性的皮肤烧羊来 结果供到头上去了 你都造成顽固性的头痛 他睡不着觉 不经做梦 而且睡不着觉 经常造成失眠啊 身体摄弱 这影响很大 长期的失眠和身体摄弱 造成头痛 这个头痛 那挖根呢 他的根我说就挖出来了 他就是因为这个雨血 血腥不上一起的 气质血域一起的 我说气质这样的话 那就针对你气质血域处理了 通过苏干离气 因为这个肝肠血 通过苏干离气 或许化鱼 我这个海洛空路上 什么叫海洛空 就水里面的药 水质 当地叫马黄 陆地的药 土鳖子 土圆 它也是会许化鱼的 空中的药 牛芒 叫芒虫 不到一个月 就把这个十几年的 顽固性途中治好了 为啥呀 找到病因了 这个病因很重要 你就头论头 什么都不行 去消除病因 非常重要 对 找到病因 我们才能够去分析 然后再给到他一个 更加准确的治疗方案 那李医生 您是如何做到 这么快速的 就可以锁定他的这个病因 给到他更好的治疗方式呢 首先患者来找我们看病 要在医生的要求下 详细地讲述自己的患病情况 生活经历 治疗情况等详细资料 患者说的越详细 那我了解的越多 也就越能判断这个 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它是哪一类病 是哪一难以阵型 定病容易定型难 这个病 你别人笼统说你是皮肤伤痒症 那太笼统了吗 那不行 必须要辨证分型 皮肤伤痒痒是有很多类型 找到类型了 针对症 这就是分型很重要 没有症分不准 根本不可能有效 甚至于还是更坏 所以要辨证分型 所以能治到什么情况 需要多久的时间 我都会详细地跟你说 也能让患者治疗的时候 心里有点低 我觉得李医生说得特别好 其实我们患者朋友们 最关注的就是说 这病它到底难不难治 它能不能治好 那刚刚李医生 其实也跟我们讲述了 这个病的一个本质的问题 同时还想问问您 在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 我们的患者朋友们 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这个瘀血性的东西 首先来说 真相对你体质里 对皮肤有帮助的 比如红薯啊 胡萝卜啊 番茄啊 芹菜啊 还有蛋黄啊 瘦肉这些橘子 橡胶 都是有好处的 但是要注意的 引起这个内风发动力 这叫做发物 发物就是像酒 咖啡 像奶茶 螃蟹 蝦 这些东西都是发物 你体内有点瘀血 或者有点风寒 熟食照火 体内浅藏有这些东西 你在家这个发物呢 它有一种表散作用 所以讲呢 不是说它本身 造成你的养风 它只是把你浅藏的东西 给它发出来了 所以说呢 你既然有这个浅藏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处理好 那你发物就少吃了 你吃了的话 它就会身体发作来 那么每个人的情况 都不一样的了 具体如何证据饮食 还得上医生 根据你的病情 给你制定一个饮食方案 这个体制去做 针对性的建议 患者要把自己的病情 详细地 向医生说清楚 所以了解详细的情况 是非常必要的 有针对性的 给你提建议 这才是对你有用的 对所以在饮食上 我们还是要多多注意 对 就是不要不进口 是吧 对 什么东西也要掌握一个度 对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您听明白了吗 只要你按照医生的要求 把病情详细地说清楚 包括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 患病史等等的情况 咱医生呢 了解的越多 就越能准确地找到病因 为你治疗了 针对个人情况 咱每个人的治疗方案 也不一样 患者朋友呢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下载弹型好事APP 您只要把病情描述清楚 配合好在线医注 把问诊单填写清楚 填得越详细 平台就会给你匹配 适合你疾病的好医生 平台呢 打造了诚信医疗的政策 第一次的治疗费用 无论是否有效 都会全额退还 如果给你匹配的医生 治不了你的疾病 平台将无法运营 其实啊 每治疗一位病人 我们都是在积累一个数据 当这个数据积累的越来越多 那什么样的病人 适合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就会形成准确的画像 通过画像 就能为您快速匹配适合的医生 如果您现在啊 正在四处寻医 找不到适合的医生 那就赶快联系我们 我们帮您对接 擅长治疗您疾病的好医生 那今天呢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李医生还为我们邀请到了 自己的一位患者朋友啊 他也会结合自己的治病经历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看病心得 让我们有请这位朋友 孙叔如您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来先跟大家伙讲一讲 您的患病经历好吗 九年以前 开始一样呢 在裤腰带里 周围一转羊 周围一转羊呢 认为是我那个牛皮带里有问题 把那牛皮带甩掉了 又换一个布带 布带去计算以后 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就找医生看 医生说是过敏 打钓瓶 抗过敏药 失业 掉了几天 六七天的事 缓活了 缓活了几天以后 过一段时间又犯了 犯一次严重一次 后来也犯也严重 什么油狗都抹过的 也搞过一次化验 化验血液里没有问题 那怎么办呢 油狗抹不好 油水也抹不好 只有临时解决问题 就是掉水 掉水抗过敏 掉一次呢 能缓活 十天八天的 又犯 养的什么程度最严重 时间 从大队一上 一直到头顶 都养 一养一脑就去 几倍开大 几倍开大还厉害 肤力还高 一脑就出去 哎呦我的天呐 那脑里 白天也痒 晚上也痒 我的老板 天天给我 磨油狗 我两个都急 什么时候能把这个皮肤 病搞好呢 能不能找到这个好意思 能治好我这个皮肤痒的事情 您现在说起来感觉是这个微笑着在说啊 但其实当时已经是身上是很痛苦了是吧 对您的生活和心理上有产生什么影响吗 产生影响了 受到审害了 天天痛苦 我这衣服的每一件好的都是血 被子也是血 嗯 一抓就脑血 有一次呢 我家里 这淮南这边有事啊 我就回来了 回来了又犯了 又去打钓瓶 打钓瓶 那个有个护士长 他我讲 他家这附近那个有房那个地点 有一个姓李 叫李明医生 你找他看看 他家他很 经常跟人家看疑难病 找到他就给我开中药 一次就开七天 吃了大概将近四个星期 全体好了 我当时高兴得不得了 找到神医了 你看孙叔叔现在特别开心是吧 都治愈了 那之前呢 您其实是反反复复找了很多地方看病是吗 是的 一找就挂水 又挂水 又抹又高 不起作用 所以我还是找这个李医生 吃了这梗了 去年犯一次呢 在九月份的时候 犯一次不像以前的那个 不像九年以前那样的 哎呀 爷子那边也是抹又高 我不好 哎呀 我讲我干脆 我还回怀南去 嗯 初年十一月十八号 我过来了 第一次开了五福油 开了五福油 哎呀 我叫李医生 我叫吃了五福油 没过 开这个油 好了百分之八十了 他吃完了还在开店 又去搞了五福 开始断根了 对你看今天 孙叔叔说这些时候 多开心是吧 那都是因为 遇到了好医生 来今天李医生呢 也在现场 您来跟李医生 打个招呼 我们一起聊一聊 好吗 孙师姐 您好 李大夫 你好 李医生您还记得 当时孙叔叔 刚找到您的时候 他是什么样的状态 您给他用的是 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他那个九年前的那个是 体内有风湿 有瘀血 还有老年气息不足 这几个混合性点 那你就一边要去风 一边要沥湿 一边要化瘀 还要这个补气血 连续搞了四个礼拜 一个多月嘛 撤离好了 我们通常都说 这中医是慢慢治 慢慢起疗效 您怎么做到这么快 这么准确的 就把病给治好了 一个要速度很多 这个古一书啊 速度经典 里面还有这个 作业总结经验 那先生大脑 头脑里面的 数据库 这是经验的 经验这里多了 专业的技能也就强了 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呢 也就有把握了 而且看了这么多 这么多年的病呢 什么类型的 差不多我们都见过 见得多了 这个经验就丰富 这些病情都深深地 验在我们的脑子里面 就像那个 一个大数据库样 头脑 这样的话 只要病人把这个 自己的病情叙述地清楚 讲得明白 把我所要的信息 全部都提供出来 这样的我就能 非常清楚地知道 你这个是哪一种病 哪一种行 知道病还值得行 是病不知行 无法用药 这个对 对他这种病状的话呢 你要看透了他 他的病因 病症 病情 有针对性的治疗 那肯定就效果很好的 以后你再有这样 同类型的病人的话 再一看 一看便知 这个就是那种 就是风声与湿的 或者是湿声与风的 或者是虚型的 这一下就差不多 掌握住了 这是医生的经验积累 所以病人一定要配合医生的 你要把病情描述清楚 所以这个掌握信息全面 就像一个打仗的 你越侦察病 侦察的信息越详细 在你打身上的 你正常的不详细 你掌握的提琴不详细 那你就不可能成功 孙叔叔 今天看到您 恢复得这么好 精神头这么好 我们也很开心 那在现场呢 我们还想问问您 有什么心得 想要和我们的 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分享的吗 像我这样的皮肤患者啊 我要灰心 不要泄气 能够找到好医生 能够治好这个皮肤病的 最好还是找到我们李医生 还能够治好各种皮肤病 孙叔叔 那今天呢 您还有什么话 想对李医生说吗 第一句话就是 我非常感谢李医生 谢谢李医生 初一次那个皮肤痒 我不知道受多少痛苦 总是在梦想 我什么时候能找这个医生 把我这个养治好就好了 天天盼呢 年年盼呢 我这个护士长 我还谢谢他 他给我介绍李医生 我不是他呢 我找不到你 对对对 他给我直天路 去找你的 他真着对了 对 因为他毕竟是 医疗界人物嘛 什么时候我得想起 那个李医生 我真谢谢你 应该的 应该的 这是我们的职责 好 谢谢 谢谢孙叔叔 也祝您身体健康 谢谢 这两天这个腿 怎么一直有点肿啊 还好吧 你就是过年吃胖了点 你觉得我胖了呀 我猜的 完了 我这过年可没怎么吃 我妈炖的肘子 我一口都没吃 全上边给我抢光了 那你这是怎么了 真肿了呀 你还觉得我胖了是吧 那不行 得到我们身内科去看看去 你别到时候了 你就现在看吧 我给你推荐一个APP 特别好用 蛋型好事APP 这上面能治好病 而且呢 进驻平台的这些医生 还有着大量的好转病例呢 那这个APP怎么使用啊 哎呀 你看 先登录嘛 登录APP之后呢 会有在线医生助理 帮助你填写一份详细的问诊单 结合问诊单呢 平台再通过大数据 帮助你匹配最适合治疗你病情的医生 对应你的病症去针对性的治疗 那我怎么知道给我分配的这个大夫 能不能治我这病 治疗之后你要及时地向平台反馈治疗效果呀 平台收到你的反馈之后 就等于收集到了这个医生治疗此类疾病的效果了 你就想 这反馈的人越多 医生治疗此类疾病的效果画像 这不就越来越准确吗 如果平台暂时没有适合治疗你疾病的医生 平台呢 也会根据你的问诊单 积极地帮助你寻找可以治疗的好医生 这样呢 就能帮助到更多的患者了 而且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在这个平台上 医生的首次治疗费用 平台都会退还给你 那还真不错啊 是啊 赶紧告诉我怎么下载吧 我跟你说 特别简单 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弹形好事 就可以下载这个APP了 那各位朋友们 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联系在线医注 帮你对接好医生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 李医生 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啊 您还有什么 叮嘱想要跟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说的吗 就刚才孙叔就说的 无论咱们得了什么病 都不要放弃 能治好的 希望还是有的 咱要一直要坚持 坚持下去 我们就能遇到对的大夫 就能遇到好的大夫 那我们呢 也会不断地帮助大家来寻找好医生 也希望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有一个良好的心情 来迎接未来的生活 充满着希望 那各位朋友们 再次感谢李医生 今天给我们带来分享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本栏目由诚信医疗帮扑平台 蛋型好事APP冠名播出 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 蛋型好事即可下载APP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联系在新医处帮您对接好医生 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 为您匹配适合的医生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能为更多患者找到适合他们的医生 以及针对每个病患 合适的治疗方案 并且我们的首次治疗 所有费用都将退回给患者 来打造诚信医疗的同时 又起到了帮扶的作用 你也可以把蛋型好事 告诉您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帮助他们也燃起生活的希望 另外我们在全国 寻找能拯救患者朋友 与水火的好医生 请擅长治疗 静蓝性邪静 唇炎 脂肪瘤 静脉曲张 鱼鳞病 梨状肌综合征的医生 同时只要您有一剂之长的好医生 请与我们取得联系 去帮助更多饱受疾病